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延祺 因为这首歌是比较复古迪斯科的一首歌曲 前面是很悲伤 然后突然画风一转 变得很无厘头 就是像一些无厘头喜剧致敬 所以这一句话 感觉特别有那种年代感 就感觉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会说 请你不要害怕这种话 好听就不用说了 因为这个歌很有趣 非常好听 好看呢就是因为给大家编了一个很 很离奇的舞蹈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舞蹈水平 属于这个舞界的最底层 所以我编的舞蹈可以期待一下 好玩呢就是 其实就是整个 无论是视觉方面的一些视觉输出 还是一些周边的一些设计 其实都是围绕着它的有趣去做的 这首歌整体就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这个是在舞池 就是广场学校晚会大街 就是什么 商场车上房间里聚会 就因为本质太小了 就感觉这首歌在哪里都可以听 因为很开心 所以可以在任何地方去听这首歌 可以勾起他们对这个 迪斯科时代的这个回味和记忆 当然没有上年级的朋友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听嘛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以前大家是怎么去在舞池里跳舞的感觉 这首歌还没有给别人听过 因为还没有发满 因为这首歌我自己比较喜欢 就比较玻璃心 不希望听到他的副乐评价 如果有人说他不好我会很难过 所以我还没有敢给别人听 对 现在应该还没有我的朋友听过这首歌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经常不开心的人 但是这首歌突然生活就是这样 有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 所以说想把这首歌分享给那些不开心的朋友 在不开心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能够笑一笑也好 画了一个正在跳舞的我 对 因为没有夸张 没有抽象 我到时候视频放出来 我就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在跳舞 建议大家配着视频一起看吧 跟着舞蹈一起听这首歌 应该会感觉更有戏剧效果 我的新一批已经应该会陆陆续续和大家见面了 然后新一批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风格 每一首歌对应的都是一个故事 这首专辑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学习一个过渡的过程 后面可能会有更多代表自己风格的歌曲 和大家见面